人生不離十之八九 我愛的人不愛我 大家好 歡迎收看厭世甜點店 我是Nanako 今天要介紹這個甜點 是大家去台中會買的這個伴手禮 而且很多知名的團過網站 都會推出這樣的商品 一起來做這一道 One lemon a day Keep starter away 檸檬洋果子蛋糕 你是蘋果嗎 喔 Banana也可以啊 Keep one banana a day 蘋果啊 Tomato 奇異果啊 Mongo 隨便你啊 去買一個像這樣的模具 跟馬德典奇那個貝殼是 差不多硬式 檸檬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形狀 好我們就是準備這個奶油 剛從冰箱拿出來也可以 就是薄薄的這樣子抹一層 這個薄度呢 就是要比 Tucko愛用的鋼本001 還要再薄一點 超過001就是會 你確定它都有用嗎 絕對不要塗太多 塗太多你會發生呢 就是表面會有點像是凹凸不平 我所謂的薄 真的是很薄 薄到你眼睛其實根本看不到 就是有塗就好 接下來呢 我們從比較高的地方 就是均勻的鋪上一點的粉 讓它就是沾黏在它那個模具的裡面 這樣子 欸有的很多積得太厚對不對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震掉 就是這樣倒扣然後敲一下 拍一下 好 這樣這樣子 哇 美 因為你有奶油有黏性 所以你的粉就是會不會均勻的沾在上面 這個模具呢 我們就冷藏10分鐘以上 就可以 之後也可以填餡入膜 正式做蛋糕糊呢 我們先做一件事 就是隔水加熱把奶油融化 砂糖準備好 刨大概半顆的檸檬皮 那如果你想要這個檸檬味道更強烈的話 你其實可以刨到一顆也沒關係 你在刨檸檬皮呢 有一個小技巧就是千萬不要刨到太多白色的部分 因為白色的部分呢 就是它精油層 你可能吃起來的甜點會有點偏苦 刨完檸檬皮之後呢 用你這個 雙手 把它檸檬的那個水分 把它壓出來 這跟瑪德莉的那個環節蠻像 瑪德莉用的是流程 香吉士啊 柑橘類 這個就是用檸檬 接下來我們準備三顆全蛋 就一次給它加下去 把蛋打下去之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真的是高鐵喔 一路就是直接沖下去喔 來 這個蜂蜜 這個蜂蜜切記不要多 因為我告訴你 蜂蜜多的東西配上檸檬 你就是在吃的時候會感受到一個chip感 很像在喝蜂蜜檸檬 那種感覺 蜂蜜下下去之後呢 香草脂醬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呢 就做了這個檸檬糖 這個做法其實蠻簡單的 它沒有像我們一般的海明蛋糕或西風蛋糕 它需要蛋白蛋糕分開打 或者是在打發的過程中分次下躺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適合新手來做 而且非常有成就感 那我們採用的速度大概中速 那打發的時間呢 會來到比較長一點 4到5分鐘 做甜甜糖的好累 就是我們打到4到5分鐘之後啊 你就稍微晃一下 就是人家說的這個斷帶狀 就是像這樣子 自然垂落 重點是它形狀不會馬上不見 那就代表說你打發的程度是相當完美 把過篩的麵粉給它下下來 我們就分兩次 我們那要做的有點像是海明蛋糕的這個口感 全蛋的打發啦 就已經足夠讓它膨脹成型 我們就沒有再加泡打粉 那我們用切拌的方式 讓蛋糊啊 跟這個麵粉啊混勻這樣子 如果你發現了你下面粉啊 你的這個麵糊感覺好像越來越少 就代表說已經逐漸在消泡 其實是用眼睛也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你看我整壺麵糊還是一樣這麼多 有時候是不對不配 好 那我們一樣用切拌的方式 然後因為它會沉澱 所以鍋底要撈起來一下 你可以看它表面上就是很 很黏 這不知道怎麼講啦 就是 就是因為它加了麵粉之後 它變成會越發的黏稠 好 為了讓下一個步驟混合呢 減少它開始油水分離或者是消泡的風險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我們一開始融化的這個奶油跟原物料檸檬汁先混勻 這樣我們就可以混勻一次倒一次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步驟呢 非常的棒 分享給大家 我們就是 好 奶油跟檸檬汁我們一次就給它下下去 對好 繼續喔 繼續用切拌的方式 它會沉澱 因為它比較重它會往下掉 就是把那個鍋底的那個油啊水啊都給它翻上來 然後再繼續用切拌的手法 然後拌圓這樣子 看不到檸檬汁跟奶油的那個液體的時候 其實就會準備停手了 表面讓它保持著光滑 我的習慣是為了讓它比較有空隙 很飽滿 我們還是用擠花嘴 我覺得我會比較安心 那如果你不想要讓自己安心 你就隨便你 你用湯匙也可以 我們用花嘴呢 它的這個寬度大概就是0.2到0.3 比較小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的麵糊流動性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用比較寬的 我告訴你 裝下去就是流到全世界啊 你看它其實是流動性是很快的 但是它又有一種斷帶的感覺 這樣就對囉 別忘了我們剛才有經過這個冷藏的 這個模具給它拿出來 那要填到大概多滿呢 九分滿你的這個檸檬會比較飽滿 比較漂亮啦 你不用怕它膨太多 因為畢竟我們沒有加泡打粉 所以它不會膨得那麼大 所以你可以盡量的填滿一點這樣子 填進去之後啊 然後稍微震一下 如果你的線有多啊 你就是擠在杯子蛋糕 那種紙模裡面啊 碼分杯其實都可以 你就把它烤出來 這樣呢我們就可以進烤箱去烘烤 時間跟溫度呢是170度 我們可以烤18分鐘 那你覺得如果上色呢 沒有像我們在烤棒蛋糕 那種焦糖的金黃色 你就關我們的2到3分鐘 其實就是剛剛好 好的我們的蛋糕呢 烤出來之後啊 放涼脫膜 你就會得到非常可愛的一個小檸檬蛋糕 很光滑很平整 完全沒有一點空隙 但好笑的是 它等一下會不會淋上淋醬 根本就是看不到這個 但如果你烤得漂亮 其實淋就不用淋那麼多 因為畢竟我們接下來做這個裝飾啊 也是會有點偏甜 檸檬巧克力 第一次在我們的節目上出現的 烘焙材料好像都有買 那如果你用白巧克力 加一點檸檬汁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你的溫度其實是要調整 它會有水分離 所以我們還是買斑的就好了 而且這樣的黃色就是很好看 好 隔水加熱 好啦 那我們節目的傳統 不管什麼樣都會先試一個看看 王世堅啊 薛士林啊 薛士林 那林呢 為了讓他都有潑到 我們是直接下下去 Oh my God 這一邊缺 這邊缺一腳 哪裡啊 啊 啊 浪費了 不用沒關係 等一下可以再撿回來用 好 那我們就是這個我們就放心大膽的人 多一點這樣 稍微抖一下 你看 哇 各位觀眾朋友 抖一下 我剛才還很擔心 它上面可能會有一點痕跡 你稍微抖一下 表面是光滑無比 不夠了你就下面那些 再撿起來 重新喔 我用到它 我用到它 好 我們淋上那個檸檬巧克力之後啊 就放在冷藏 十分鐘以上 然後外面這個巧克力啊 稍微就是變硬 我們到時候呢 再刨一些檸檬體放在上面 就完成了今天這一道的檸檬羊果子蛋糕 來囉 我覺得蠻有層次的 而且我們今天啊 切開的時候 看到這個裡面 真的是髮洗充滿 蛋糕體如此的蓬鬆充滿著這個孔隙 這是很棒的一個打發的狀態 才有辦法有這樣的效果 那剛剛這兩位的攝影大哥呢 就是已經把我們的一個樣品吃掉半顆了 我們通常對它的印象就是 在我們麵包店 烘焙屋 餐盒裡面就會有一個很大 然後又很比較偏甜啊 那外天那一層我們都要剝掉 對 這樣的這個甜度啊 這樣的這個製作方式其實很簡單 是很適合來搭配下午茶 而且會顛覆你以前 可能對它一些不好的印象 別忘了我們有個hashter to nanako 把你做這個檸檬羊果子蛋糕的分享出來 好不好 厭世店店店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天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但是我們不是每個禮拜四都還是教學嗎 然後那時候就說什麼 哪個禮拜四都還是金舌頭都還在教你 真的在放屁 有在看嗎 那是因為金舌頭比較好看 欸我氣死欸 它這個意思就是說怎麼樣 我們就選那種比較簡單的金舌頭做的是不是 沒有好不好 我們禮拜三不是都有教學 然後結果本身跟我講說 哪有 你明明就一個禮拜不是 哪才一個禮拜不是 有啦 有一天不是 對 是有一天 那是怎樣 那那就是怎麼樣 判我死刑是不是 send me to die 是不是 欸真的不要啊 那就是生氣不停 沒有影響嗎 幫我撥一手薪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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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 感谢观看